话说南宋初年江湖纷乱 而冠决这武林的 是四位爵士高手 北姑 身上剑法 灵力飘忽 无人能敌 南婆 飞火流空 补琴弹指 伤人于帐外 西伯 白芒软剑 宛若灵蛇 洞书 回风百度 冠绝江南 然江湖风云暗涌 瞬息万变 欲知后事如何 齐看 那来玩这一款 一个demo的试玩游戏吧 这款叫大江湖之苍龙与白鸟 它是一个以武侠 当作题材的 这个游戏这样 直接开始吧 新的游戏 开始它让你选男士还是女生 男的 然后它会问你的江湖初生 那这个江湖初生 会绑着你的姓名 就是比如说你选这个落魄乞丐 就会叫做狗圣额 不知道 目前没办法 demo没办法改名字 我不知道后面能不能改 然后它这有一些能力 就是 像是 它有优势的 能力跟它擅长的 所谓的招式 还有它劣势的地方 有些是初始还会有多带一点钱 这样 我那时候看了一下 我觉得我应该会选这个 这个 中海瑜伽子女 优势 特项武学造诣 劣势定力 定力就是一个属性 就是可以在那边看到 然后这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随机的 好像是随机的 因为它是绑的 好啊 但是就是随机让你选 然后还有一些讲特性 这样 然后它这个特性 对于 大部分有加有减 就是 就好有坏 这样 然后也有很多 就一个单向能力 但因为它这个没有所谓的 让你知道说 引接的概念 所以你也只能自己 想说 看看这个是不是你要 这样 幻常人 但是有一种比较 简单的 算是加加减减的 所以我还是会正直 记得我那时候看到一些 像是 看有没有办法骰到吧 因为它这个会有加有减 所以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去 凑出最后还是正直的方式 但是因为每次都随机 所以我要看有没有机会选 这次怎么那么难骰 因为你可以选比如说 找到增加定力 但是后面是扣定力的 但是最后还是会正直 但是最后还是会正直 那也是想这样 就是它有一种就是 用这种 跌步 最后还是会是正的这样 我自己在测的时候还蛮容易闪到的 这一切都是命啊 看看 如果没有的话我就选我想要的好了 但是因为你第一次玩 你不会知道这个属性到底 终究是 像这个就是啊 像物性加1 定力加1 周路姆加20 然后它这个定力就减1 所以其实你最终会换到的是 就是加1 物性跟那个 免疫内伤 但是有个附属性 好啊 這個是很可怕的 的东西 所以我尽量不要陷入进去 我只要找到 看看 替血加 心脏抑离常人 我真的不知道懂 因为目前里面所有的属性 只有这个我最问号了 为什么叫做心脏抑离常人 然后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 什么意思 是 它里面唯独这一个是我最问号的 就是我看不懂 它到底想要跟我讲什么 然后就这个吧 就是 物性加1 但是 这边用物性-2 所以我是物性-1 但是 定力加3 但是这边定力-1 所以我定力是多2 好像免那一张 但是会走路 好就这样吧 这个 负负得证 可以的 他说南宋 什么招星死一年 宋静怡什么 反正他就是太快了 他意思就是有个地方 入侵了某个地方 然后 然后他说这个 虽然表面上和平 但是江湖已经这个 很多 就是 冲起英勇 各种事件多了 然后他说我们的故事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 他的介绍蛮短的 他说你在江湖已经漂泊了 你自己觉得应该做点什么 因为以前听闻丐帮地址在 这个广发 在某个地方广发英雄帖 所以你想要去凑呢 然后 于是你走到了某一个地方的破廟 准备落脚 然后他是一个 这个格子 说天色不少 就去前面的破廟休息一下 那我知道 这我知道不用跟我讲 就 然后他这个 就是一个格子的移动方式 你可以用滑鼠键盘移动 都可以 然后在进去前 其实可以先找一下这个附近 哎 因为他是格子的 所以你点找资源的时候 就是以格子为 追逐 然后 因为进去等一下会触发一些剧情 可以在进去前 先剪一点东西 像是这个 水井底下可以施展轻功 然后拿到一个骨剑 很重的骨剑 这边好像还有一个 我记得这边还有钱吧 我是稍微点一下而已 反正 这个一开始如果没有特别的剪 好像会遗漏吧 还有没有别的 也许还有吧 然后 右上角就是他的界面 进去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一些 刚选的内容 然后可以把刚那个骨剑撞上去 他总共是有兵器 仿具跟饰品 然后一开始武功就是这个彩椒子 这是 他怎么都没有武 所以都怎么出生的 应该说生成年 没有 那我到底怎么出来的 这个是我 那时候看到最吐槽的 所以我到底怎么生出来的 石头蹦出来的吧 然后 再火堆这个可以存档一下 就是 嗯 进去 那我们要来这边休息的 然后 屠杀败败 好运自然然 他就说有个千筒 抽个千把 他都下下千 非得出千 什么惨败路 路出底部也不远 他翻球千筒 全都是下下千 真是晦气 啊 有人笑了 说谁躲在这个佛像后面 喔叫花子 吃我一招吧 神秘的男子 然后这是他的战斗方式 又是一个 一个走格子的回合制战斗 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 你的 有什么能力跟 招式 就是这样 那这个也可以自动战斗 然后 我们可以 就是 进攻的话就是 选这个 武修吧 然后 斗具的话就是 他是以这种打开背包的方式使用 后来只有这一招可以打他 然后他这个 这个就是因为他是一个 武侠游戏 所以他的招式都要消耗耐力 所以你就会发现说 我如果要释放这一招 也要消耗死耐力 所以我最多只能放12次 恕我啊 轻弓 那 因为他的轻弓好像不是有厉害吗 那你刚才看到他一直狂动 这应该是跟你的 一开始那个属性有关 就是 初始的属性 太廢了 他的动的速度比我还快 这样 没想到踩他脚趾就打败他 死掉那个冤魂都跑出来 他的那一口气 他都战斗胜利了 轻轻的这个 彈去了身上的尘土 他说我还以为是追杀我的武林高手 原来只是一个会踩脚趾的江湖小混混 但是要吐槽他就是说 这个只会踩江湖的小混混都可以打败你 他说有人追杀你吗 你干什么坏事 他说说来话长此地不宜久留 我还是趁着夜色赶快离开才知道 他说鬼鬼祟祟祟肯定不是什么好人 不知道了 不好有人玩破妙来了 他说快躲起来了 他说这里 他说这里躲不了啊 你去另外一边 他说挤一挤往那边去啦 他说已经踩到我的脚了 他说不要说话有人来了 他说混战 我与仇家结怨 与你有什么相干 为什么要处处为难 黄袍怪客 黑衣老人 他说三十六栋 七十二府地 百 百鱼条姓印 老夫人做事不理 他说如果你可以打赢我的话 再去找三十六栋 七十二府地的仇人们报仇吧 他说老小子别说大话 时间前你我分不出 不分胜负了 如今老夫神功大成 今日拿你开脑 他说领教阁下的高招啦 这刚刚这种战斗 但是DEMO那个 就是让你知道说 高手之间的对决 看来那个谁要死了啊 我又倒了 他说你我武功都是 主道加玄门一派喔 拆拆去都是相同的套路 没有没有 真没意思 他说隔下的武学根基 虽然是玄门正种 但急于求成 如今已经是堕入魔道了 他说老夫半路习武 自学自恋 哪懂什么正道魔道 他说你这样练下去的话 非但大仇为保 心勉难保 点点点 他说我这边有几篇道加点击 可以 祝你 搜 搜链星星 是什么 平须御风 这是 传说中道加至高无上的武学点击 他说这本不能给你 他说我要这个 拿他抢过来了 点点点 他说两个怪人的武功已经化尽了 看不出哪一个蒙派 说中院武林家还有如此高潮 咦 这第三次 应该是两人拼命抢尸 从他们身上掉下 有两本武功秘籍吧 所以我可以分一本 武功秘籍 你不要一个人独吞 你一本好了 你想要哪一本 他有一个拳法跟一个剑法 要选剑法好了 叫做躺赢剑法 就是躺着赢的剑法 这个神秘男的就洗得另外一招 灵狐拳法 他这个意思是说 你可以在界面那边修炼这个武学 他说既然我们都学心武功 要不要来切磋一下 他应该是走那个二稿的风格吧 修炼功 他是指这个吧 因为他要修炼一下 然后他这边有点像是跟你讲他打的鸽子 就是目前看起来是自身的四格吧 然后他这个你学之后就有点像是你要习的秘籍 所以他这边就有一个 比得之后你还得要练他的等级 然后上限有这个十级 那这个他有 不知道这边没有不能看到 一开始在那边忘了介绍 啊这边没有解释 啊有啊 那这边会写说就是 你的 我看一下 这个定力会影响到你角色修炼武功的等级上限 不知道是不是对应他所谓的这个 所谓的上限 因为他有说修炼武功术的上限 可能跟这个有关吧 就是他的属性 有蛮多可以 影响蛮多能力的 等等 他说要不要再打一下 烧带片刻 他要烧带片刻啊 但是真正的勇者是不会马上战斗 战斗的 都是先把这个场景 勾化一下才会战斗 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是不是等一下还会戴在这边 来吧 贴戳一下 那你看看 躺着赢的剑法 他不是说四格吗 是我选错了吗 是我看出来是我误会了 他说你的 躺赢剑法等级升级 然后升级之后他好像会增加这个自己的属性 就是 他走应该是那个机制就是 你学更多武功 武功都会再回馈到你的数值上面 不是就是 武功就只是武功这样 那又升级了 又升级了 而且战斗中升级耶 我还以为他是 一般来讲这种 回合的应该是结束才升级 他是走一个 好像几十字 那样 左下角有个那个经验等级吧 20血线125 看看是不是 不 戳你赢啊完了 他死了啊 不是 随便戳就赢 他说不错 再来一场如何啊 他对人要打几场啊 哼哼 最重要的是 我是 我是用那个 其实有点不公平 我是用刚刚的血量又继续打 他是补满来打 根本是陷阱吧 又升级了 他看起来真的是 每打一场就直接 那我扣血 对啊 看起来是扣血的方式去 立即计算 就以这种方式来说算是还蛮特别 他是不是想打到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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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詭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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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後面為什麼有一個雕胸 還有一個彈琴的 因為他的字真的太快了 我就大概 意思就是他在給你介紹這個 東南西北啦 應該是吧 就是各邊的高手 應該是吧 看他的 對啦 應該是東南西北啦 但是因為這個 到他唸的話沒有完整的唸 快點應該來不及唸吧 我就放棄了 簡稱視覺 那邊是雕胸吧 而且他怎麼手臂還在啊 然後也就是說 今晚遇到那兩個看起來還蠻強的 意思就是說 他想要講的是 原本也有四位 然後又 剛剛看到兩位 他就 驚嘆說這個江湖還有很多 高手在 他說我打了一網 不知道怎麼稱呼啊 他說 你我一起學那兩個 學那兩個怪人的武功 勉強算是同門的啊 他說看來只有被你年長一點 你要叫我升師兄吧 好啦 師兄 好啦 現在我要動森北上 這次 有一個什麼 這次 還有些隨身的盤殘留在一個叫做 黑風在的地方 如果你不嫌棄就去拿來用吧 他說你現在有點功夫了 他說在中的小賊 你也順便幫我打發一下吧 黑色鑰匙 發財了 然後他說 就是 各自離去了 好啦 這就是 厭遇吧 不是 武邪的厭遇 然後天亮了 天亮一晚 還有點二 他說 聽說這個城裡有一個小褲子 是 是有吃的 可以剛好去買來嘗嘗 然後隔壁就一隻狗 大黃狗 哪來一隻大黃狗 大黃狗 搖著尾巴 歪頭看著你 他說 你也想吃嗎 他想說 他表示 搖著尾巴跟著你 這樣子 但是我現在沒有東西可以給你喔 意思是說 他是你的隊友啦 應該是吧 然後你要那個 就是 你要是我想讓別人加入 都要找到他的這個誘因 所以我現在可以出去了 然後就是 他大地圖就類似這種風格 也是走格子 先來到城中 他說 這裡是號稱 南傳北馬七省通 通什麼 通 通衡吧 哼 道路四通發達 這個以來便是兵家必爭之地喔 然後他說這個 城以北的被經國佔領喔 然後 然後隱南是南宋 十年的送金 真實的這個 凡日的城市破 破就不堪了 他說你有沒有看我家的李小子 他說估計又到林子裡放著 看他爹會不會回來打亂他 道德 有一隻貓耶 好懶 他說你可以 你有從這個 你是從城外來的 有看到這個告示中的畫中這個人嗎 對阿 他說你仔細打人告那個 告示中的人 簡直和這個 左往那個破廟的 神秘男子一模一樣 他應該不會做什麼壞事吧 說你在低估什麼 你到底有沒有看過啊 說謊 沒見過 真是廢物 滾到一邊去吧 點點點 奧德-1 好這樣就剪了喔 說剪就剪 那我道德還剩多少 道德 恩? 他肉質是顯示在哪裡了 我只剩4了耶 太好了 他說 他說 他說要不要買點什麼啊 他這邊還有賣那個什麼 小說耶 賺贈送好友 然後有個香男 提高定力 還有什麼 藏命數 就是什麼 風與玉佩 就是什麼 消喔 可以當以內力高人 常以玉消為武器 詳情 實際上要看詳情啊 但是 如果你初期沒有選那個誰啊 富甲子弟開局的話 你大概 應該很多都買不起 看一下喔 這是誰啊 18級 為什麼 我們在高次上寫說 這個人等級多少 18級嗎 那算了 反正意思是說如果你看到他 可以500塊喔 他說過去每年這個時候 開封府就會 開封府就會 這個 舉行盛大 遊師 大會喔 那時候一晃20多年 不知道開封的老友還在不在 年輕人想不想和這個老朽對聯一下 好啊 請出題 我的上年是 極從八俠穿五俠 殿下 凡丞相 洛陽 清燈 關 清 死 清龍 雁月 蛤 清燈 應該是 紅組吧 對 對 一次對上了 怪差點韻約 感謝 陪 就沒了 就是沒有對動 就沒了 基本上你可以傳染才對 我就隨性吧 代表自力不足 就不理他了 鴨子不能幹嘛 這是蓋棒吧 他說 蓋棒英雄大會 在下月出發 巨型上 算巨型 他說 英雄大會 設立比武環節 可以 各路好手 比武切磋 他說 他說 你想參加嗎 他說這種小混混 有什麼資格 去參加 他說要先試試 你的身手才行 屁啊 一言不合 就開打 而且他們兩個人 這應該打不一棒 你看 應該 然後他這個 他這個 他走其實 還不算結束 就是 就是你 藍色範圍的時候 你走的時候 都可以隨意更動 就是 不是走過去 就直接結束 應該打不贏吧 人家那麼多個 三個喔 123 吃我一招啦 我懂了 我懂了 我終於看懂 那個躺移劍法 正確的格子 他意思是說他只能戳前面 但是他一戳就直接四個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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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人根本是欺負我吧 他說我使用的是一回合嗎 欸 他使用也算一回合 那沒救啦 對 是要結束了 他說 就憑你這三角功夫還想去 開發英雄大會喔 練個幾年再來吧 沒有是你劈在養的嗎 我是劈滿養的啊 因為他這個有個好處是 戰鬥中會有經驗值 然後 你獲得經驗值升級的時候 會幫你補滿血 所以可以利用這個特性 就是 如果我的理解沒有錯了 而且我沒有想錯的話 意思就是說 這兩個就是 這兩個就是 讓你練好練滿的 是我這一招啦 他這樣突然換位置耶 這很賤 欸 這兩個沒死耶 啊這下尷尬啊 但是武學升級跟那個 角色升級是分開 如果想要補血 主要是要靠你的角色升級 那繼續練吧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 重點是他也願意陪你打這麼久 這是好人啊 這才是讓我覺得最意外的 然後他那個藍色應該是回內力吧 所以就是 所以就是 你在休息的時候也可以補那個 內力 不過我應該要死了 因為我的經驗值還不夠 我要再一場 我覺得這個玩法還蠻有趣的 就是 即時計算的話 可以讓你在戰鬥中 多了一個變數 你可以在快死的時候 突然升級 然後回血 然後又 把整個戰局變成是逆轉 我又升級了 不過他位置又變了 好 這樣子讓我很難戳 那我就換了一隻吧 哇 我的殺傷力驚人啊 不過應該是 蠻危險的 哇可惜 我倒 這兩個 打到累了 等一下再來打好了 超打聽上下打給你 默默無聞之輩 可知道 這江湖除了 這個四個人 還有什麼一等一的高手這樣 然後就沒了 所以到底要哪一買 那個 要吃的 我看看 有了 這個 看看喔 然後去找的 有了 他買兩個還是一個 我只有 我只有 只能買一個 那一開始錢真的蠻難賺的 他說整個 整個成語都沒人猜出我的字數 你要跟我猜看看嗎 一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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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短一長 一狠一夜 一樂一兩菜字 行吧 太簡單 換更難一點 惡行一體 四隻馬頭 四八一八 飛拳 養 留菜字 就 look at 那一對 二軍一體 二軍一體 四八 好好 然後這一拳 這是什麼啊 幹嘛 你猜錯了 猜錯就算了 反正這都是機遇啊 那你如果要是猜對就會有能力吧 他說年輕人我剛剛在地上解了一個秘笈 這個上面記載很多上層的功夫是你掉的 上層功夫是我掉的 是你的還好你在啊 他說魯掌根虛晃一掌 秘笈就像掌刺不一樣 瘦一下飛到你的懷裡 你趕緊從懷疑掏出秘笈看看 這不是昨天破妙師兄掉的那一本嗎 秘笈什麼收到你手上 他說魯貪小力 魯循虛敏 謹身是什麼 他說你姿勢不錯 江湖人心邪惡 切勿這個迷了本性 他說他對我的好感度降了五次 笑得不遠 這關裡面情啊 不然可以休息 所以我一直在做壞事 要不要買個襯手並且 基本上這邊買不起吧 他說你面色發黃要不要買個補標這樣 所以我現在就是要回去找的戰友 但是在去找之前啊 這邊還有東西耶 白刀 這個不知道差別在哪 等一下看詳情 超法傷害 加13 這是劍法加5 輕功 攻擊增加但是輕功 比較慢 可是我看他實際下載是100MB吧 只是說要空間那麼大 就是預設喔 他下載的時候確實顯示6G 但是應該是實際上是要 要預設這麼大 下載是那個 實際下載是110MB 我這樣來順便找一下 到我的小房 我想這個大家第一次找都是這一隻吧 小黃 他說你想吃了吧 友善 看他可憐給他吃 他說真可憐啊 看來我好幾天沒有吃飯 他說好了 沒有我們要走了 已經沒了 然後跟在我後面 然後把一起上路好了 黃狗加入 然後他加入的隊友就會在後面 所以這隻狗可以學什麼 武功 我看看喔 小鐵治療 黑狗 超檔 反正他這個 就是有很多 看因為他現在是demo 不可能 人家的隊伍有限 但是後面應該會越來越多 角色可以 加入 就是一個自由的選擇 然後 然後 因為我覺得 所以我現在打他就可以 就可以兩個人 先讓他幫我補一下好了 撐一下我 連小狗都有內力啊 太強了 撫我啊 連擊加死他 那就先讓他擋吧 小狗 小狗 被打了 喔 咬他 傷害下降 下降 欸 所以我懂那個意思 我可以這樣 不啊 我可以用超遠距離戳他 但是狗狗要犧牲了 的犧牲是值得的 咬你 咬你 所以我應該要再前進一個吧 去吧 酷我 結果 我們兩個都死了 笑死 然後因為他這個 有一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 他的回血要依靠一些 他回血好像就是 等吃東西或是休息 就是住那個 客戰 然後戰鬥中等待的話 也只是幫你 就是 算是 回內力這樣 所以他好像有個窘境就是 他這樣的設計 就會衍生出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 我想想想 就是 當你 什麼一無所有的時候 那你這遊戲就 然後就會面臨 欸三窮水盡 你可能打 你打不贏 然後 也沒有地方可以休息 就是好像 我看台灣去說 在demo上 遇到最糟糕的狀況就是這樣 所以 就是要 雖然可以 有一些偷 偷雞取巧的方式 但是 就是 如果你不謹慎了 我 就會遇到像你現在這樣 什麼都是1 當1之後 你就什麼都不用 這樣 不過應該還有道具 所以 看一下 看一下 該克一下 屁血 這個好像克不了欸 我等死好了 等死了 小狗 你就 拋棄我先走吧 要出招了 我連 我連 我連我的 招式都放不出來了 因為 他那個有個問題 等級越高 內功 消耗越高 所以現在導致 我現在放不出招來了 一直死 我決定去別的地方 走走好了 然後去尋找 至聖關鍵 下載是6GB 真的嗎 我下載是100多 聽鄉民 附近的鄉民說 這黑風仔已經 在山頭十幾年了 在中曾經有 上百個幫眾 但這個 黑風在一夜之間被消失 你幾 所有的幫眾仿佛消失 這樣如果要是死了 是不是要整個重玩 什麼人傳黑風在喔 所以真的有 他是用高壓的方式嗎 吃我一劍啦 哇 大俠 手下留情 是 什麼 什麼 公公司啊 他說你敗了 黃小瑜在黑風 在城 被一群小賊打死 拋屍三骨 啊 這真的game over了 但是 我怎麼會覺得放棄是因為 只是在測試看看 是不是真的就死了 真的是悲劇啊 應該這還是在小紅狗這邊吧 欸我選錯了喔 欸他這個我剛選沒有邀請 他就 他就沒有加入了 就是 所以 所以就是 加入的時機就有一次機會 就是因為我剛不喜歡點到 不知道是拒絕他邀請 就是你先給他吃 那時候選到第二個 然後他就真的沒有跟上 所以 他的隊友就一次機會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太可怕 那我現在的問題是 因為我的本血已經沒了 所以不管打什麼 都會面臨窘境 所以 想想喔 現在賣家當了 隊伍是什麼 大黃狗 這是幹嘛 確定 欸 喔 這是神奇寶貝中心嗎 呵 那就是把它 就是 可以 總共他有這麼多的隊友 預計 可能吧 然後你可以就是 在這邊選擇說 你要派誰出來打 這樣 陣手的兵器喔 欸 那如果要賣東西 是要去找誰嗎 看一下喔 賣賣 欸好像不能賣東西耶 現在發現 他不能賣東西 欸 這邊還有東西 呵呵 在這個 132耶 喔 我有錢了 好 住宿花了 好住宿的話 就可以存檔 所以 一般是要找那個特令的點 這邊價有100多塊 怎麼又是你 這次我可以贏啊 我不會再被你們欺負 你這些混蛋 123 然後他的回合數 好像是固定 就是今天是他 然後 然後就是 123 就是他先動這樣 有我出招 先打他 哇 不過小狗狗 那個狗狗能 8招的次數有限 先專心打他 不然我們一起被戳 我的速度好像比我還快 我的速度好像比我還快 下降 出招啦 霧喔 他死定了 吃我一發 霧喔 但是我這樣好像也殺不死他 那 有了 勝利 但是他的勝利好像 沒有所謂的金錢掉落 就是 獎勵啦 這樣都是要靠一些 撿東西的方式 獲得 所謂的 東西 就是沒有像那種 戰鬥結束就給你一定的錢 這樣 他都管我兩下子 這是什麼奇怪的招數 招數 假的我好深騰啊 他說這樣我資格去參加這個 該幫的英雄大會 他說這個是英雄鐵拿好嗎 然後多一個乞丐是不是 他說剛剛你和我們的該幫 第一次過招 下手也太重了 在大庭廣眾之下 這樣不給我們該幫面子 這樣那麼厲害 敢不敢和我們這個 三代的交手 要是你贏的我把這個綠竹贈給你 要是你說的 要乖乖叫我一聲爺爺 你敢不敢 很強 打就打 誰怕誰 應該是打不贏吧 根本就是來欺負新人 我在討厭這種人 哇好痛喔 真的是來欺負人的 這根本打不贏吧 他還有那個 他還有那個什麼 這應該是要等後面再打 應該打就贏 只是現階段來挑戰他應該是比較有吃虧的 那黃狗升級 但是他等一下升級又要再下去了 這就是自動戰鬥他會幫你自動打 你就可以 不用打 然後也可以戰鬥中停止這樣 都應該來不及了 再見了狗狗 他說你輸了叫我一聲爺我放你走啊 沒聽清楚你叫什麼 爺爺 乖孫子 叫得清脆啊 你無奈 要不是爐掌跟在那邊 我今天一定打斷你一條腿 他說對你的好感降低了200 結果他反而變成他叫我爺爺 結果他反而變成他叫我爺爺 但是他對我的好感法降低了 因為剛剛的戰鬥打輸了吧 所以我真的血就不會回門 所以像這種遇到很強的 劇情有時候你打了 反而會害自己就是 陷入一個沒血的狀態 我覺得是比較危險的狀況這樣 因為我很隨性的玩 如果是正常的玩 我們應該會稍微 一下這個 不要這麼亂來 但是 反正這是demo嘛 就是demo就是要去看 看到底怎麼亂搞之後的 遇到什麼事情這樣 反正這個村莊好像就沒有差別了 就這樣 然後下去剛剛那個 這是老兵嗎 然後我要來這個三洞 因為這個洞 剛剛挑戰失敗的 他剛剛有三個人 我剛剛只是因為沒血才輸的 這次我已經睡飽充足了 我還多帶這個 滿血的狗 他們移動好像固定三格吧 大家輕功不高的時候 都是固定三格的樣子 打你 打你 然後因為他 他要練武學的話一定要有密集 像狗狗那個 他那個沒有裝那個修煉武學的話 他那兩招永遠都是一級的這樣 所以這隻狗 就是某種意來說就是能力有限 哇 哇 托你 升級 升級的 加的能力好像也是隨級的樣子 因為剛剛看他那個什麼 剛剛看他的那個 那個 加的能力好像也是 像屬性那邊好像也是 就是隨隨性加這樣 一切好像就是採用隨級 不知道你往遠升級到底會加什麼 應該是說 他的看那個加血加加內力的那個數值 看起來是固定 可是 跳那個 屬性有加權的那部分 好像是隨級 像我剛剛就加了特殊這樣 他說你勝利了 就是 就是 特殊 就是這個吧 我剛剛不知道為什麼突然加一個特殊 這個技能的部分 然後 然後血量增加上限 好像是固定 剛剛看 應該是要打 通常Lolo打 應該就是要打boss 又有錢 因為是像素吧 他在寫什麼 一門什麼 完全看不出他就知道還寫什麼 然後 好像沒有東西 好像還有 不知道為什麼在這個地板的這個有東西 所以我手按 就是滑鼠晃一下會比較好得到 所以這才是第一層而已 因為遊戲沒有即時 沒有辦法即時存檔 所以 就是一個不小心的可能就去了 這樣 有可能我像我這樣一直打 可是我沒有注意到我血量 人在 戰鬥中這個狀況就有可能反車 都有可能 就是 他的風險應該 就是在這邊 走三步 就是 想要讓 站這 因為我站這 是因為我要 一次 一次 這樣子直接掃過去 ID 西瓜刀法 看吧 小狗狗 然後因為他這個 登記剛好 就是 他這個是吃內力的招式 所以你只要沒內的話 你的角色就會空轉 就是 他是 像你這個狗狗 他 他如果沒有依靠升級的方式 基本上 他 那就應該會原地發呆 就是 所以 在戰鬥 像這種突發狀況 最怕就是你在進戰鬥的時候 沒有把內力補充 然後要邊打邊回 最終只能吃道具 但是他的道具 因為一開始 你們拿到 那個 強度有限 像那個 我那個拿到那個補 補內力的 好像也才最多加40 那我一招發出去 我就馬上 後繼無敵 這樣 戶心靜 箱子以上說 五百兩 那 霍妙師兄 他說 乘不我欺 他說發財了 可以去這個城裡揮霍一番 所以如果你現在玩到現在 你就會理解說 一開始其實應該要先來這邊 不是 應該可以先跟乞丐練一下 然後 當你拿到裝備之後 再去打他們那個長老這樣 就是一個 因為你懂流程的話 就會比較方便 先後順區 然後這個的話就是有一些 加成 內傷風穴 通常這個應該名字都 應該都可以猜出來 那是什麼吧 我在猜那個什麼 風穴應該是指說 不會 應該是不能放技能 之類的狀態吧 然後這個是 那個抗性 然後為什麼這個 這個是那個什麼 路 一開始拳的特性 所以我這邊就餓死 這邊已經拿完了 我在猜左應該是要打BOSS 走下去好像 太美了 這條路 感覺 陰森 結果還有啊 像我家內力只剩61了 我想一下好了 因為他如果你動一格 就不能回內力 所以要先確定定位 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先讓他下來原地等 然後 三格 這樣會不會卡到他 不管 不管 上了吧 去吧 果然卡到了 你先直接回吧 我要犧牲了 不過他們的攻擊招式 其實不怎麼痛 現在打我才兩滴 基本上就是 好 超你 應該是因為剛剛 那個多那個防禦死吧 但是他這個打我就 像抓 有料嗎 應該還不錯玩啊 就 還可以吧 還行 說你 不錯啊 可是差一點就可以 把他直接戳爆 如果傷害再高一點 所以如果要是像這樣子 比如說我現在沒有內力 那就是 是靠這一場去洗那個 內力值 回復這樣 就是 因為我知道我比如說 他現在打我不痛 就乾脆一直休息 不打他 然後回滿內力 那至少確保 在下一場的時候 我就不用再花時間 在那邊等 反正就是這種 即時可以 算是個小皮的復保 慢慢回來 可是因為我下一次 要升級的這個亮條 我只能這樣子 這就是以前 因為他可能想要走一個 比較復古 我是覺得設計上 有一些復古的感覺 所以用這種操作 就是可以 算是省一點 省一點錢 省一點錢 不用花錢吃藥 因為我是覺得等一下一定要打Boss 所以還可以 譬如說因為狗狗不是會補血嗎 你又可以 叫狗狗過來幫我補一下 就是 因為我下一次會被打 所以就 履毀 因為只有以前的遊戲 因為就是會有 他打到沒內 所以可以這樣子 想要撇步 我覺得他應該是有想要走復古風吧 因為我已經很久沒有玩到要去用這種方式 拖 就是拖台錢 我記得很久以前 只有在玩金融群俠狀的時候 才會用到這樣的設計 就是要邊走邊拖台錢 然後邊打這樣 好 那我現在其實還可以再補一次 但是我覺得這個可以看得出來 因為我覺得DEMO就是要讓你大概知道他玩法 所以你就可以看得出來一些 一些巧思可以利用 可以出招了 勝利 你勝利了 設計浪費時間 看個人吧 就 就跟那個什麼 當出自動戰鬥之後 你就會覺得沒有出自動戰鬥遊戲 不就很浪費時間 然後 然後 類魂遊戲為什麼要設計這麼的動作不流暢 類似這樣的感覺 其實都是 同樣的意思 就主要是他 想要設計一個讓你玩到什麼樣子 我覺得 差異就只是在這而已 對啊 其實就這個意思啊 就是 有些他的目的是為了故意的這樣子 然後 如果你不習慣的話 就代表 就單純這樣 那我大概知道他想要 讓我們玩到這樣的感覺 他說鬼面見客 看起來他讓他跑了 還是讓他跑了 算了 勝勢要緊 咱們先去江夏吧 現在我剛剛去存檔 他們要過來了 不是衝速去跟他打嗎 好險 他說墨菲那兩個就是追殺破妙師兄的江蘇高手 他該不會等一下就掉了秘籍在那邊吧 把他去撿一下 秘籍 快過來 快過來 神秘的令牌喔 金屋王府喔 這個令牌 是什麼呢 看起來挺值錢的 應該有用吧 先收下吧 喔收下 然後他就 就 就沒了 不然有人要打呢 所以我看起來沒有 看一下那個令牌的用途 金屋 暗光雙筆 欸 這個是招式耶 也可以學 可是 因為反而這個是一個demo的版本 然後這招我已經練滿了 最高七級 他會有提示嗎 欸 XX我很學這個耶 喔 指力不足 條件未達 達到這樣 那就滑鼠會變成一個那個 這是筆中指嗎 不是 他的那個滑鼠會變成一個袋子 然後旁邊有個星星耶 應該是指他的強度吧 所以我的 指力不足喔 看看 指力喔 現在也37耶 這個看起來是高階的 沒有他不是中指啦 但是如果他比中指我覺得 還蠻有趣的 那也是隨機的 開頭要自己曬 其實他 我覺得啦 他他走就是 有點像是 就是 有點像金庸的感覺 在 在 我講白就是很像是這樣 但那終究 只是一個 夜境的講法 說裡面有大蛇不要進去喔 但這說完便捏捏一息了 蛇 難道這 洞裡有大蛇 像這樣有個 代指問號這樣 他已經死了 應該要收生才對阿 這個看起來太蠢了 大蛇 這個是蛇 浮屍取蛇 好大一條蛇啊 可是要死了 看起來 好笑喔 又有存檔 他還可以原地打 這個應該是刻意的 我果然沒有想過 為什麼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他可以原地打 因為 金庸 就是可以原地抽招 練技能 就是金庸 就是可以原地抽招 練技能 所以他就是 大概可以看得出來 他 還有參考哪一個 類型 這個就是現在來打太早了 他不會跟你講說這個遊戲的強度 要自己去摸摸 沒有玩過 金庸嗎 可以玩看看 那個 之前有一個網頁吧 他把豆石遊戲放到一個網頁上 你可以直接去那網頁 有點忘記網 對啊 連地套路啊 我記得之前好像我有 好像有一個網址 是那個 有一個 不知道是誰把那個 豆石遊戲都上傳到 那個 業上 你都可以直接在網頁開啟以前的遊戲 然後金庸奇想要轉 就是可以直接在網頁 你也可以把它下載下來 放在你的 電腦 用 改用網頁開 然後這個 這個之後再來吧 因為他這個 一步就是之後 再 再找機會 打這樣 好 機會 對很像是 Fresh遊戲 不過他 對啊 是Fresh 那因為他這個 欸 這邊還有啊 怎樣 他說這些箱子都是 是開著被打開 啊 原本是關著被打開 那小子一定回來過 你如果知道是他開的 也許是三賊之流順手 聽啊 他說這鑰匙 你可進過 一點點 那又此一步了 還是先去江夏吧 這樣都沒發現 這兩個還稱為高手 貌似他們說的黑鑰匙 就是 他說我剛剛那個鑰匙就是他們說的那一把 然後他們該不會就是追殺破廟師兄的武林高手吧 江夏嗎 沒記錯的話應該是往這個 等你東南方走 那還是可以玩啊 我覺得那個算是 一個 一個 歷久不摔的設計吧 除了畫畫質之外 但他的設計 到現在還是很有趣 就是 算是一個可以一玩再玩的遊戲 類型 現在那個 現在過去的話 這個是什麼 環 他說江陵渡口是 京南 什麼 蕭香 地區 向西座船 順江而上 可到巴蜀 近日不知為何 將渡口大小的商場 競數包下 以至渡口客 犯西少 真是人情 他說這黑臉 漢子鬼鬼祟祟祟 不過去瞧瞧 就是該班的人 他說師傅說的這個天寧寺到底在哪裡 他意思是說如果遇到的話 記得 前程 有1600耶 喔 他怎麼那麼多東西啊 怎麼段譽高還有1600的 是 佛像後面自由 看看喔 這什麼 氣血加600 守火入魔禁 喔 熊擋丸 這是故意的吧 一開始塞這個東西給你 真爽 應該是故意送給你吧 這不是和尚嗎 是那個 喔他真的是和尚耶 我以為是該幫的耶 還真的是和尚啊 那個人還屬了 他說是什麼 有江南大道 居有下走 為什麼不開船 他說我家船這幾天被人包了 沒辦法做你的生意啊 有人包了我出雙倍的價錢 他說人家出十倍 他說見錢開的東西馬上開船 我這打得你滿地走呀 他說這個 黑衣漢子抓起老船家 揮手要打 恨意 度見不平 麻刀相助 相助老家 他說你今天怎麼不講理 那就讓我這個破廟大俠 給你一點顏色瞧瞧看照 通常應該是會被打爆了吧 那先攻 喔好像有機會喔 我又不想按錯邊啦 完了 還是幫他補一下吧 小狗甜甜 這應該是打得有點吃力 但是如果 兵器也好的話 也許可以拖到他 沒練力吧 出戰最多 雖然可以錄很多 但是 沒有他最多只能帶五個在後面 其他要寄啊 那個神奇寶貝的東西 就是他可以帶的是有限 然後出場也是看那個量來決定 結果我現在也打不贏了 我看他到底多少內力啊 但他內力還那麼多 所以要打贏的話 感覺 我覺得 流血-5 死內傷 我的天賦到底是不會 我好像不會中內傷 是不是啊 有點忘了 只用 哇 現在就用的話就是浪費 現在也沒辦法 這就是 遇到這個狀況最糟糕的 所以我要用脫 脫離戰術 好像沒辦法 那就 再攻擊 哇 他固定戳50耶 這傢伙 太狠了 我再補 感覺好像太早來了 沒練 沒練個3-2-3 怎麼可以3-2-3的感覺 復星單 主要是看他的那個 內傷 補 你3免疫 但是我又快死了 幫我用道具救我 設定嗎不知道 這都是位子 因為他 他的 去他們的說法是 喔連擊耶 連擊10% 原來是這個意思 還升級啊 連擊10%是可以連續攻擊 哇 穩了穩了 一個逆轉勝 他有說現在的demo內容 跟他正式版的內容 有點些微的不太一樣 有蠻大的差別 這終究只是讓你看一個 他們想要展現的方式 狗狗的連擊還真的能發動 他有誤會他 我怎麼知道 我怎麼知道 當然公告說的啊 就是 他有一些詬病的內容 玩家說demo上面的內容 然後 他說 畢竟這只是個demo 你有可能正式的 特別改過一下下 然後你正式體驗不來 這麼多 可能會比較順 他會變詐欺嗎 詐欺為什麼 詐欺為什麼 demo沒有付錢 然後 我不知道啦 我不想為他們開罪 也不想為他們解釋 反正我只是把我看到 跟你們講 然後 要不要相信 你就看個 什麼人在渡口鬧事 沒事 就這樣吧 那是 官爺就在那邊 不好 官兵來了 沒有 剛剛誤會一場 趕緊起來了 希望你們別向官 官兵告密 拜託啦 他這個壞了 還遺憾能 拼命向你扎眼 抱拳 他是什麼人在渡口鬧事的呢 我幫他保密啦 已經早被我打跑了 被你打跑 看你不是什麼震驚的人吧 沒事不要在那邊亂灌趕緊走吧 點點點 他說朋友真夠意思 剛剛 我太魯莽了 不分清紅 照白的發脾氣哈哈 他說 今日恩情我一定 這個 幫你償還 來日一定會償還這樣 深深一鞠躬 這些官兵還沒走遠 我給你先測了 咱們就一池別過了 好熟悉的名字啊 已經下去了 上升100 有一句話就是 不打不相似嗎 江湖然不都這樣嗎 不打不相似啊 那說反正這個現在目前沒辦法開船了 不過剛剛打下來的感覺就是還蠻 所以我剛剛要燃火啊 我來燃截他 所以我剛剛要燃火啊 我來燃截他 那因為他這個 其實現在目前我一個存檔就是那個 只有一個 欸? 勾火就只有特定幾個 所以 我要回個血好了 欸這個人又在這了 該不會又可以再挑戰他一次吧 然後武器吧 看看有沒有什麼 好東西 唉唷一千多塊 不只欸 我有超多錢的 劍法傷害 但是沒有音率 氣血 欸 這個我可以 藏命鎖 這我還行我滿一下好了 藏命鎖了 我應該先買了再去補血 就要害我現在血空出來了 欸?刀法啊 所以狗狗也可以帶長命鎖 他那個長命鎖一開始買的蠻有用的 一曲甘殘斷天涯何處密之音 這個是不是功夫那個 這個功夫那個 那個蝦子 那兩個彈琴的 那個其中一個人在 的那句話 我怎麼覺得好眼熟 欸?是那個 突然忘了 就是那個彈琴的那兩個 上面有一個帳篷 他說以北有一個 俠長的山道 稱為這個 博 十年前被金人佔領 金兵駐守此地 惡助進入中原的要道 這個 對通過的商旅收大量的通關費用 算是想借此進入中原 需要金國通關 穩蝶 當可通行 他說如果要通關要錢啊 然後北方監客就說 我們這些官兵真的得寸進尺 他說咱們 大金國的規矩你不懂嗎 他說再說 往南是 送男子的地界 人身上有大金國 從前不好死啊 他說500很便宜 趕緊交人走人 否則這個 對你不客氣啊 他說就算我有錢我也不給你們這樣 原來是一群驚人狗咬狗啊 他說今天這 守官的人手太少了 動起手也不一定拿下這對男女這樣 他說 你看你要有功夫啊 在那邊守著別讓人跑啊 他說拿下這對男女 這個 他們官也重重有傷 你可以幫助他們 也可以 要正義啊 他說你們這群金兵整日欺壓百姓 意思就是說你也可以去欺負他們 然後 我又插手了 他說我這個破庙大俠看不順 看招 就是破庙大俠 咦 但明明是 我要加入戰鬥為什麼我的人 我的人變成是 操控他們 天羅帝王加 有啊 有啊我在下面啊 喔喔喔喔 這個真是屌虐耶 好險我幫這邊 就是那裡玩那個 很強的人的角色 玩看看說 就是操縱這些 強起來的人 捏到後面的狀況 哇 我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啊 霍妙大俠啊 所以稱號都是自己去自稱 然後最後才會變成這樣 就是 人家一直聽你這樣唸 最後就變成這樣 破庙大俠 但是我覺得他取得取好一點 怎麼會叫破庙 這怎麼長呢 哇 日動回內 其實交給他們就好 但是 因為他這個是 有輸出就有經驗值 要把握每一場的戰鬥 所以其實 如果真的想要賺經驗值的話 是要努力的戰鬥 所以他就算在個人上面 所以像這個法要利用他的 這個特性去幫你補一些 譬如說幫你回血裏內 那樣子 如果你懂這個角色的能力的話 然後去 通常都是這種戰鬥 就是要養自己 就是這種 就是有人帶你的戰鬥 就是很早期的時候 這種 特技的方式的時候 要透過這種方式去練角色 可以幫敵人補血嗎 好像可以試看看 他說多謝這位朋友的手相助 再一下武功卑微 只是看不乖這群 金兵其他百姓才冒出手 兩位武功這麼厲害 我這些 維莫的功夫 真的是斑門弄符 那說哪的話 你能面對這麼多官兵 這兩個不相干的路人 仗義出手 佐使領人配 如果你那個功夫 確實低微一點 你這些功夫很難在江湖上行走 他說我一個呼吸吐納之法 雖然不是什麼上層的武學 但是應該可以幫你鞏固這個根基 他說你不嫌棄的話 就當做金字的謝禮吧 他說呼吸吐納之法 叫人怎麼喘氣嗎 喘氣 喘氣 不然勒 呼吸 那我就共進不如同命 喘氣 他說那群官兵應該是去找幫手 我們應該要趕緊離開 免得惹事 但是他說他很恰標要同行 都是同道充的應該同行 道德地獄5邀請失敗 喘氣 喘氣 他說聖人雖然行俠戰役 但眼神漂浮不定 總覺得心速5正 他說好異心靈 其實我一本有5耶 所以不能邀請他了 沒什麼了不起的 意思是說如果一開始道德很高 可以爆大症 這個就是那個啦 那個什麼 那個 你玩過金融群俠傳一開始啊 如果你出門就去找田伯光加入的話 你的那個 你要找到正道的好友就很難了 大概這個LACE這個意思 就是一個誘惑啦 他前面放了好幾個先降低你的設計 結果我不能學 內力不足 沒有內力啊 我只剩240 應該要靠道具把他撐起來 他說現在沒辦法過去 野外還有這個小花也可以撿東西 這也行喔 他大地圖也是一個格子 所以也可以撿東西 所以像這種就有一個 他這個設計就會有一個很有趣的設計 就是你當你找到那個特定的那一個的時候 你就可以 你就可以找 有許有一個隱藏的 寶藏在那邊 這是蠻傻眼的 因為他們以為可以抱大腿 然後 那就東西南北吧 開始去逛別的地方吧 大蛇那個 微妙 那個大蛇再看看吧 然後這個是另外一個點嘛 江下渡口沉船 順江而下 如一日便可到達江東 渡口三船 來往如說 三教九流 惠於此地 日是打聽江湖消息的地方 魚龍混雜 雷到自然也多 到處都得要多多提防 免生禍斷 紫衣書生 哎呀走路沒長眼 黑衣女子 他說丟蟲小技還想要偷我錢袋 不好 這個小賊沒有偷到錢袋 但是他偷到我的武功秘笈 點點點 他說你看見那個小賊往哪裡跑了 從左邊的樹林跑了 喔我謝了 紫衣書生 他說 繡花蒸法 趁年年頭 繡花蒸眼 傷人了 女流之輩的功夫 終究是 沒什麼意思 差勁 他說好快的輕功 啊你點我的穴道 他說小賊倒數不錯 就是功夫差了一點 這個穴道一個失程就會解開了 就在這邊繼續跟這個雞聊天吧 他說黑女子優雅的從紫衣書生走中拿走的武功秘笈 那我順便去偷一下好了 偷這個 他說謝了朋友 要不是有你還真的找不到這小賊 愛心 點點 這是雞拳 這是雞拳 哎呀 他說你這小賊怎麼遭雞稀罕啊 他說大意了 前幾天從這個 這裡偷了 幾隻小雞烤著吃啊 他們準是記得我了 生氣了雞 他說哎呀 朋友信心好快幫我把這些雞趕走吧 為什麼板子把雞趕走也是正義啊 趕走 看你可憐幫你回吧 他打雞耶 我就不信雞有多強 走地雞 然後他的武功叫做王八槌 一個王八 是嗎 因為他的出誤 因為他的能力都隨機還有就是 武功 就是像剛那樣我現在我拿到東西很多都不能選 所以一開始的屬性那個就很重要 然後就我看有人說就是 確實啦 如果你要是開局選得不好的話你的 你的江湖經歷就 就糟糕 這也是可以理解 就是有可能你選了一個伺服箱 就出死的基本東西沒有半個可以拿 就會非常的脆弱 就是 在這個demo的體驗上 就是你有可能會體驗到比較兩極的狀況 有些人如果一開始選得好他會覺得 玩起來就還蠻順 有些人如果選得不好他會覺得 怎麼那麼難打 這樣 像是初級不是有一個流血免疫嗎 我選到是免疫 我不知道選到是什麼 然後如果遇到有那個流血 因為他聽說他這個demo的版本的流血跟 中毒都很同 然後如果你開局有免疫其中一個的話 也許你在打這些敵人的時候會很好打 這樣 就是 所以 所以就是 這也是這種類型的樂趣啦 畢竟 就是 一個隨機嘛 但是 就會有好有壞 然後那時候金融就是 金融群下段就是 以這個方式去設計 所以 在那個當下那個年代 那個時期的時候這個設計就有前衛 小狗快不行啦 這個雞怎麼那麼強啊 結束了吧 真的很強 升級了 而且那個狗的那個什麼他這個設計也蠻有趣的 狗的屬性裡面都很低但是 他的道德超級高 定力也很高 然後他的音率跟他的醫術跟探索都很高 但是他其他都不行 還蠻有趣的 特技的 到了比狗低 多謝這位朋友 你不如好人做到底幫我解的穴道吧 他說我哪會解穴道啊 就這腰 腰有點古怪 仔細喬 紫衣蘇生 腰間插著一個 銀針喔 輕輕一把 這節血手法好厲害啊 他說 雕蟲小技不值得一提 可惜你身上沒有什麼值錢的 那就咱們 井水不犯河水告辭 因為我錢被偷走 他就是小賊恩將仇報他想偷我 而且他還在嘛 先看看自己的 那個錢錢 他錢錢是從哪邊看啊 看一下 錢錢 哎唷我免疫內傷 就是我一開始我先選一個能力 結果沒錢了 他在這 有啦 然後這邊還有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設計到一個很賤的設計 就是因為這種樹 會讓你知道就不能走過去但是 如果他有借鏡的話我在猜他應該有些秘密通道是要透過這種 就是 要點的很細的時候也許可以走到一些特別的地方 但是我講的這個 這個設計要玩過那個 那個 相關的 就是 反正就是有玩過金庸的人才會理解我在說什麼 買特別的東西 得到小童的信任 他說小童左右張望看四下無人 他說看你的道 你也是道上混的這點或讓你看看 喔 賣一些東西 看一下 沒有劍啊 合美 劍法加8 喔這好像可以喔 死利傷害加8 看看 道德第五 為什麼 只是虎要道德第五 他這個都是他是專賣刀的吧 防禦減少輕功增加這個錢 乾坤袋 氣血內力加特殊武器要 13 真的是武器真的什麼都不足 全部不能選 而且武器還蠻重要的 短刺喔 看一下這個是不是合適喔 加5加10喔那我要選這個 我在猜 道 道德太高的人可能沒辦法開這個能力 就是 因為他說你是道上中的嘛 你那道德太高可能就 進不了這個店面 事情 連擊 喔 那個 音率 要 那個 條件也太高了 好啦 他說江湖就屬這個視覺的 武功最高 他說 這個老子在幫你復習而已 視覺有哪四個這樣 黑衣女子 老蛋和書生怎麼還不來 可別讓他跑的 他說這女子 大有哪一頭 不知道他在等誰 他說客觀樓下位子滿了 你就上二樓吧 這時候就是要 要尋找有什麼特別的 看看 該幫弟子 這是閒鳥我就懶得念了 懶得念了 他說江湖大道 鄉溪還有一個鐵砂棒 他說 消鄉的深山有個藥王洞 裡面有很多藥廠 就有客棧沒有什麼東西可以拿 來看看 二樓有什麼 客觀裡面做做 真的做了 那兩個人 那三個人 他說他 他旁邊那兩個 石刀配件 殺氣很重 也似乘強勢 氣氛有些不對 我看還是趕快吃完趕快離開好了 現在四樓的時候只聽到樓下咚咚咚咚 我們快不上樓 結果我走不了了 他說 就聽到這個聲音格外眼熟 果然是你啊 怎麼樣 還認識我嗎 阿尼 他說善觀難是不是 凡事中的 航大的那個部下 然後就說 來到是那個 率領湘西義軍反抗精人的那個 鐵砂幫主 他說 聽說這個人 逃難的時候都不知道收斂 真是匪氣難改 反如大哥所料 他自己創造成哪 湘明的大小船隻都被咱們包下 我就料到他在江南 讓他貪吃辱命 準等他沒錯 他說 善觀人 見到角落那三個黑人 嚇得從椅子上跳起來 這三個人是羽衣派的 同老大 這個鬼滅蘇生 和葉遊湖 所以我今天就是打了八倍子的血 不行我得趕快逃 哎呀走路沒漲點 全部都擠過來 點點點 打架了 他說小賊 你又想從這個黑臉漢子偷什麼 快就要出來破 這是在扎你三指針 他說這都被你看出來 幫你的招式還想騙過的眼睛 欸這個黑臉漢子 這是剛剛你從身上摸來的 他給他塞了 塞回他的包裹裡 你 狗膽包田 什麼時候 他說他上面看了一下 一眼又快速合上 塞回環中 哎呀好巧又見面了 一身雞死 他說小生一小 別說話看神仙打架 他說終於露面了 他說怪不得這幾天去南面搭船 都搭不到 果然是你們在搞的鬼 朝廷的鷹犬 說把東西交出來吧 你也看到了 東西放在你身上不安全 說我要是死也不會把這東西交給朝廷的 那就不要怪我們不客氣啦 然後這個 他現在這個人 滿身大汗左右張望 我出去啦 都會聽著 他說我原本是這個韓式中 韓大人的部下 現在為鐵砂幫的幫主啊 他說懷中事關重大 絕不能交給朝廷 他說哪一個要是信得過 先來助我一臂之力吧 果然是他 今天是三生有幸啊 他說 完了 看人家幫哪一邊啊 他說在下王 王什麼啊 這是什麼 王害風是不是 關重人士啊 出來宋帝不願以朝廷為敵 不願以朝廷為敵 數文這個鐵砂幫幫主 常年 聯合江湖兄弟 抗金人 他說王某 早就心聲佩服 說 我 這個王某不才 願助上光雄一臂之力 喔 他說在下靈音喔 昔日常聽我叔父說起 是三官先生乃是忠良義士 他說我願意幫他 他說 這是三官難不愧是一幫之主啊 煽動人性的功夫果然不簡單啊 其實大家都看到了 他身上的東西 要是 輕鬆的落入江湖小姐的手中啊 他說在下人 人送外號江南鬼手 可不是什麼江 江湖小賊 點點點 他說他如果他身上的東西流落到江湖 最終會流入經過人之手 厚漢無窮 他說俠以武 犯境 理 之以亂 人 人者非所害 什麼欲知者害 像各位俠客 可以明白 其中的生意不要亂上架亂 點點點 他說如果各位今日助我們拿下他的話 尋回草挺儀式之物 草挺也 動眾有賞 現在是怎樣 可是我根本沒有什麼選擇啊 我就 我連選都沒選就 就被自動 自動歸類為上面那邊喔 到底現在是怎樣 為什麼他們一直卡在下面 這是一個 一個分界點嗎 一個橋 他們不上來我們也不下去 而且是我好像卡在這 他們上不來 是我的錯覺嗎 好像是耶 動一動啊 我覺得他們這個打架我大概去也只是 只是 也只是拖台前的吧 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什麼幫助這樣 只是為了經驗值我還是得衝啊 武功 盲戳 這樣我要先趕快過去 那你只要死啊 可以自己補血吧 很好很好 而且我道具是吃我的 對太扯了 哇他那個 那個buff真的扣蠻誇張的 哪一個才是 因為我有點看不懂他是哪一個才是補血的 看一下喔他有沒有介紹 不行因為他已經進戰鬥了 那妹子只能犧牲了 先火力打吧 因為本人的自己已經決定要不要那麼早去衝 結果反而造成了 一個尷尬的狀況 我竟然沒有來這個賺經驗值 喔有了 他衝上來了 去吧 目前看起來我們的 我們的勝算比較大 因為那個誰還蠻強的 那個那個男的 剛才有男高的 去把 我找他一撿尾刀就好 專支撿尾刀 這個男的真的比較強 那個女的 好像還好 先把他收走 喔 93滴 這個如果沒有買那個裝備 只有200滴血啊 這邊的戰鬥大概 很快就下去了 哇 我要換完還蠻廣的 辱了 去吧 12滴我真的是打醬油 我覺得這邊的重點其實應該是 應該是我只是來控制其他角色 這邊應該是 我應該完全扯不上扁 戰鬥 去吧 說 要倒了 點錯 最終還是可以靠他嘛 就是神仙打架 但是 我記得 好像有玩家說他現在的 demo的那種事件沒有 然後他好像有針對這個 反正就是等正式版的時候 這樣就會有很多豐富的事件 因為他他現在這個設計的 走向 基本上 應該對這個 時間太少對於這個初步的 那個 如果我們要所謂的練等級來說是 還有點 有點 有點 有點太難了吧 就是他戰鬥 戰鬥的那個 不多 先放這個吧 這是加那個 兵攻跟防禦 真的撐得下去嗎 哇 哇 全都靠他撐躺 這是什麼 哇這是補血的 對啦應該剛剛用這一招補血 哇好痛 他撐不下去了 開掌 哇 哇 自動回內 他打到沒有內力了 這種遊戲就是看誰可以玩到後面啦 而且他只要沒有吃道具的話基本上 他只要內力打完那就跟廢物一樣 這樣 而且這一支會回內回血 他那個招式基本上 已經是超級坦克了 就是他這一招就可以回6%的 內力 他的內力有900多 那6%真的回超多的 然後再自己補 因為他這個 他們現在目前外多地血就算很多嘛 所以他這隻角色 光補200就已經夠堂了 所以他簡單來說他的 他的招式的搭配已經堪稱這個 朱祺的完美的 的搭配這樣子 所以基本上應該要贏 很簡單 這個也沒有內力了 然後再一起 自動回內 但是可以看得出來就是 他有一些什麼 自動回內的那個 朱祺的天賦 你在選磁條的裡面好像有一個就自動回內 記得好像也有 那就是 有一些磁條的選擇 如果選得好 在 在玩的時候應該幫助會非常的大 錯 太錯 完全動不了 這真的很強 靠他就好了 如果可以邀請他加入你的隊伍的話基本上 雙方你來我往 糾纏了白魚刀 難分勝負 他說 黃亥鋒向眾人死 死了個眼射 眾人破窗而出 鑽入了江湖密林 然後沒了中癮 他說好險 若不是幾位相助 今日恐怕是 凶多吉少啊 他說三位 與鷹派的朝廷 鷹犬 功夫 極為不俗 他說那個三個功夫是繼承的漁派的 與一勞主 那勞主是一個朝廷 手握重拳的太監 這三個功夫在江南年輕一輩 可以說是罕見 打無敵手啊 那本身 功夫就很強 官差也得聽他們的調遣 但 可今日 何須三人一起聯手 而且還未帶隨從 想來 想必有 不能讓人家知道的秘密 這樣 不知上官兄可否告知這個 月相公 遺物中是什麼東西 這 他說 各位都是 易伯雲天的瑕士 我就不瞞各位了 他說這個遺物是 月王 《爺兵法》十三章 裡面有記載的 北方 中原各家兵法之地 行軍部正圖 及月相公 一聲總結之兵法經要 他說 北方金國皇帝 一直寄到大宋手中 握著北方 中原各地的行軍 部正圖 據說兩國停戰協議中 這兵法十三章 便是經國的停戰籌碼 可是你可知道那個狗皇帝 將正要把這個兵法和 布正圖全給 信給金人 這五一對我們的大宋直接放棄了 北方中原的領土 做混帳 天安 他說如今我大宋已經沒有月相公的 神威天主了 若再失去這個北方中原的 行軍部正圖 那我北方之地 不是 復國無妄 說月飛 月相公的兵法這麼重要的東西 說上官兄你確定那個 遺物還在你身上嗎 這樣問 我不確定檢查一下好了 不是 不好的 他說 裡面這樣是一個瓦片 瓦片上有字 江南鬼手 到此意 沒錯 那個神偷在這個江南便是惡 臭名昭章 據說他相當自負 每次通常都會給留下這個八個字 我想這神偷總會突然 從江南來到這個地方 現在看起來他肯定 衝著 月相公的遺物而來 神偷將 在如此 兇險之 並偷兩幻主 我也真是瞧瞧他 這可如何是好啊 月相公遺物 事關重大 說上官兄別急 我方 我北方翼君對 月相公 靜如神明 向你坦誠告知 我北方翼君一定扯命相幫 所以我就通知北方的 翼君的朋友 讓他們守住 南陽 那個 神偷 江南鬼手的消息 會盡快通知 他說我去通知這個 士術院 士術院 動人 門人很多 我讓他們在江南一帶 搜索鬼手的消息 好吧 那我就飛哥傳輸給鐵砂邦的弟兄 如果鬼手敢逃出湘西 鐵砂邦一定把他救出來 我 我什麼江湖門路都沒有 只是一個 繞蛇命陪君子 隨上官四 用四處去尋找鬼手 太好了 有勞你啦 他說今天 雖然弄丟了 相公的遺物 但我解釋你們三人也算是因禍得福吧 他說 等我們找回這個遺物 我們四人再一起 聚守吧 彥為定 腦感度善生 他說對了 聽說那個鬼手是 加星人士 如果四處找不到可以去加星砰砰運氣 說謝玲妹子 他說 這身 妹子我就病一下了 他說那我們去趕快找那個鬼手吧 我這邊沒有消息 咱們去這個江南的 乘船去江南的加星這樣 阿露的隊伍 烏岩棍法 然後demo結束了 就 就這樣 他其實算demo結束但是你還是可以繼續去體驗說 他的一些 內容的設計 我是覺得 可以期待 這是 一個蠻有趣的 蠻有趣的 遊戲 也希望他可以順利上 不然可能要 也許一等也 今年也說不定也不會有 也說不定 好啦 換遊戲了 調整調整 好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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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